通識市卷大大份,專家齊炒粉 第一屆文憑市必修的通識科 被人說虛無飄渺,人人都害怕 結果超過九成人合格 但要取得高分,不容易 做過教育局通識科統籌的 九龍華人書院校長陳剛 落到場一樣失威,只有四級 等於 A 級取得那些 他就怨卷一太長 我覺得題目的量太多,時間太少 所以答到第三條,最後一條 其實答不完,應該給多些空間考生 去試一下,而不是鬥快 唉,最怕是他自己都有教一班中六通識 結果九龍華學生的通識成績 考到五星或以上的都百分之二 低過全港水平 另一個在大學教通識的導師 更加只得到二級成績 咦,那豈不是拿過F? 是一個很短的時間,就著一些 自己提皮的資料來做分析 然後一個多小時,那小時 這樣時間做到時候,真的挺不夠的 我們蘋果都有兩個記者去考 結果一個三級,一個四級 同一陣不夠時間答題 但有彎難,學生呢? 學民思潮的Tommy,就考到五星星最高分 通識科其實是一科比較生活化的科目 反而這一科是著重社會科學方面 社會科學,其實香港人是很少接觸的,特別是政治 今年卷一最後一題,就是問香港的政黨 是否有助提升政府管治效能 相當留意時事的Tommy,當然分析到 我就是讀考通識科 但同樣有份考試,還得到五級的不老師 就說這題有預設立場 對時事不敏感的學生 答得偏激實失分 認為考評局要向評卷員發指引,講清楚點評分